真正很希望他跟中東警靠在一起 極力促成這件事情的人 是民眾黨的苗栗縣黨部的主委 龔啟燕 他是很不負責任的 你促成這件事情 結果到最後都是柯文哲在前面幫你打 擋幾蛋 哇 你一個人毀全黨耶 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在於是說 你的黨啊 你所謂的黨的號召力 還是只有你個人 大家是看到柯文哲這個招牌而靠攏過來的 其實蠻多都是所謂的投機分子 那這些投機分子嚴格講起來在地方上也沒有太多的實力 今天你跟中東警合作 當然這是你自己個人的選擇 但是我想這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我也不太認為說那是他自己屬於要這樣做的 我比較相信說就我的資訊來講 真正很希望他跟中東警靠在一起 極力促成這件事情的人 是民眾黨的苗栗縣黨部的主委 那叫龔啟燕 那也是他的學生 你說他跟中東警合作 OK 我相信對他來講 他一定會覺得說 對啊 其實我就像正言法師 我要教化眾生 當然你說 我相信幕僚也其實都非常難為 但是你要知道說 是誰在後面Push這件事情 促成這件事情的 那龔啟燕來頭呢 他是不是從萊茵過來的 不是啊 他就是柯文哲的學生 他就是柯文哲的學生 只是柯文哲的學生 對啊 那所以我覺得今天這件事情 我認為啦 他是很不負責任的 你促成這件事情 結果到最後都是柯文哲在前面幫你打 擋子彈 真的 哇 那你怎麼不出來好好說明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情發生 對對對 你一個人毀全黨 這句話很重啊 對一個人毀全黨 不過其實我老實講 有的時候這就是危機處理的選擇 我覺得他還是一個所謂的危機型的領導人物 也就是說 剛剛講的危機處理是公關上面的危機處理 那比方說他面臨到疫情 負航的空難 像這種大型的重大的災難 在那個合體那邊 我想他處理是都還蠻明快的 也就是說其實 當下我也相信他不會死照著那個所謂的FOP 那個是最重大的哦 而且有救火了對不對 有生還者 老實講 他面應對危機上 我覺得他還是一個可以讓人家安心的一個領導者 那只是說 問題在於說現在大家考驗到他的是真正 因為畢竟你領導一個這種市政團隊 他是本來就已經有的一個機制 他本來就很穩固 那當然是說你在裡面 如何要讓他們這樣運作更順暢 這個也是你的專業 可是問題是 大家考驗到你真正有沒有領導能力 是你如何帶領一個政黨 壯大嘛 對 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在於是說 你的黨啊 你所謂的黨的號召力 還是只有你個人 我覺得這其實也是有點 認知上有點謬誤 就是說你黨應該是你整個黨的一個體系 也就是說你的核心理念 價值這些東西要穩固 對 那這個穩固之後呢 你才能夠繼續往前走 像我前天看到他說 在專訪裡面有講到 這幾年來他創造兩個明星 一個是黃珊珊 一個是高鴻涵 我覺得這其實有點搞錯方向 也就是說 黨其實還是在於說 他的整個的核心理念跟價值要穩固 有穩固的時候 你能夠靠進來的才會是所謂的 知識賢達分子 但是問題是現在看到的是說 大家是看到柯文哲這個招牌 而靠攏過來的 其實蠻多都是所謂的投機分子 那這些投機分子 嚴格講起來在地方上也沒有太多的實力 這場選舉 柯文哲當然已經定調了 做一望二 其實嚴格講起來 這就是他對這場選舉的一個定調 也就是說 我只要拿到新竹 我大概這場選舉就已經確定了 當然你說新竹跟台北的議員選情 我相對是樂觀的啦 也就是說 這兩地目前看起來 因為母基高的民調 連帶讓小基應該也會有好幾席可以上 可是扣掉這兩個都會區之外的縣市呢 民眾好像在全台灣提名的100 我印象中150還是100多 就總之是非常大量的提名 這些議員的候選人 那這些100多個人 到底未來他何去何從